要求的是青年 要求的是人民的參與跟包容 更重要的是 政府的治理必須要全責分明 而國家 尤其是國家的領導人 最重要的責任 就是要鞏固國家的主權 這些都是人民對於新政治的期待跟要求 我們希望在這個新政治裡面 我們共同一起來行錯 這個國家所需要的新的政策 同時也來檢視 我們既有政策的不足跟調整 這些都是我們要共同完成的 我也希望有機會帶領這個國家 我們一起讓這個國家有一個新的政治 有一個新的體制 有一個新的開始 謝謝 我們可以聽到蔡英文說 雖然2012敗選過後 他全台走透透 看見台灣人民的意志力 他決定不能再袖手旁觀 希望能夠站出來多做些事 讓大家知道這個國家是有人治理 人民有人關心